第一球 距离比赛结束还剩6秒钟 此时深圳队球权 布克持球准备以突破的方式 寻找终结比赛的机会 吸引了多达4名山东队的球员 对他进行包夹 而此时的白浩天在右侧底角 无人防守 接到布克传球后 他也没有辜负后者的期待 手起到路 压哨绝杀 这回是白浩天 太精彩了 这边球标之导一直在摇头 轻轻地摇头 没办法 压哨球尽3分 白浩天绝杀了 山东队 这场比赛真是荡气归长 一波三折 最后呢 还是用一记绝杀 第二球 一把到一九赛季 深圳队与四川队的场规赛 双方僵持不下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特希宁摘下后场篮板 眼看时间不够 在运了几下球后 迈过自家发球线一步的位置 直接来了个近乎跨越 全场的三分球 成功绝杀对手 这应该是CBA最远的绝杀了吧 没过 小心哦 第三球 一九的二零赛季 深圳同新疆占占102平 前面阿卜杜刚刚三分绝评 后面顾全一个长甩 纵贯全场 直接给到大鸟 沈子杰手里 后者当着周琪的面 1.7秒 空气也绝杀 完美复刻 目的黑时刻 第四球 二零到二零到二一赛季 受害者又是山东队 当时双方震至107平 深圳底线球发给左侧底角的杨一一 后者手起到落 三分直接杀死比赛 只留给对方 0.8秒时间 第五球 又是二零到二一赛季 深圳对阵新疆队的常规赛 深圳100比103落后 沈子杰挡拆顺下 接球隔扣莫泰尤纳斯 并造成犯规 只可惜发球没劲 不过还没完 深圳拿到球权 给到低脚的杨林一 三分不中 又是沈子杰 拿下前场篮板 转身跳投 丝滑命中 绝杀对手 又是沈子杰 隔扣了莫泰 面对周琪 投进后仰跳投 沈子杰一个人 在两个回合 在新疆队的双塔头上 分别得分 第六球 二一到二二赛季 深圳对阵广杀 深圳对莫杰 104比105落后 对吧 你可以想到犯规 博一个三分球 广杀后卫 孙明辉传球失误 不经秋奋力救球 大鸟身子杰 拦截成功后 交给卢鹏瑜打反击 后者一路小跑 而后直接传给 篮下的队长 顾全 以及稳稳的打板 绝杀对手 四年六次绝杀 这只绝杀大队实在是疯狂 拦的一个篮下的两分球啊 深圳是106比105 击败了浙江广杀 再来看一下 现在这次传球失误之后 抢下来 回防出现了问题 篮下把人给露空了 好球 这个没问题 时间 时间应该是也走光了 时间应该是走光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